5月22日,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 此次会议将审议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引起了广泛关注 5月2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就这一话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2019年6月,香港发生了修例风波 对香港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对此,梁振英表示 香港有一小部分人罔顾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这需要香港有和国家相关的法律进行制裁、禁止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 包括美国本身 也包括亚洲一些国家 例如新加坡都有这方面的法律 他们的法律还是相当的严谨严密的 梁振英强调 在香港落实好一国两制 必须要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没有这项法律反而会影响各方利益 有了这样的法律 不妨碍外国投资者在当地投资 不妨碍当地国民居民依法享有的自由 这个也是香港应该做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漏洞 这个会影响到一国两制的实施 会影响到香港社会的安定 因此影响到投资者投资的兴趣 影响到香港的经济发展 香港特区基本法第23条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 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 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然而香港回归近23年 这项立法仍未完成 因此梁振英认为 全国人大从国家层面建立相关法律 合理、合情、合法 当年写下进23条 由于当时香港的一些法律、一些当警法 都没能完全满足国家安全方面的需要 所以就有这么一条 但是国家23年一直不能立法 看样子呢 短期内也不能完成这个立法的工作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元大要堵塞这个漏洞 这个完全是合理、合情、合法的 同时呢 元大呢 也绝对有这方面的权利 梁振英指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次立法 是根据新的形式和需要 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我相信中央做这么大的一个决定 肯定已经有了通盘的考虑 而且有非常充分的准备 所以我在这里奉劝香港的反对派 不要低估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